全民计程车团体13日号召百辆计程车到开刀上示威游行 抗议新法规法缓又纪点的双重法则过于严苛 影响职业驾驶的生计 每位司机头上更是绑上反驳血反特权的布条 让黑松的驳游路上不满了愤愤不平的黄色身影 所有的司机这次因为掉扣掉销的部分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计人 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因为它的比例原则规定很清楚 你有很多种罚则可以处罚的话 你就是只能处罚最轻的 于今年6月新上路的检举制度 将民众能检举的违规项目 从46项增加至59项 像是为离让行人或在禁止聆听的地方停车等 更定下计满12点就掉扣驾照两个月的罚则 许多计程车司机控诉 此法让他们生计陷入困难 要求政府重视法规对计程车司机的负面影响 你那个警察开单记点这真的没话说啊 进行举发是没有话说的 可是你用民众检举的话又要记点 这个对司机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很容易就让司机挤满这12点 我们是没办法啊 客人叫我们在这边停 我们不可能说跑到前面 前面给他停 那不是会造成我跟乘客的纠纷 这个地方就禁止停啊 禁止停我们还是要停啊 客人就说在这边停啊 那你怎么办 万一被拍照我们就是扣点啊 对于现行的法律 从交通管理的角度来看 若能透过较严格的法规 遏制违规行为 让驾驶人养成良好习惯 或是能创造出一个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那其实我们如果做交通管理来讲 让他的风险增高 然后让驾驶人体会到 不管他是职业驾驶 或是一般的普通驾驶 因为被调造的风险增高了 那你是不是要管理你的风险 管理风险的过程当中 就遵守交通规则啊 这是对的耶 现行交通法规各界有不同看法 希望政府能倾听多方声音 在重视用路人安全的同时 也能理解计程车驾驶的难处和压力 期盼未来的法律能在持续的改善下 兼顾到不同族群的权益 记者洪杰颖、赖映凡、陈乐宜综合报道